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名为曹操公园 纪念魏武帝曹操的 这上面还写着双庸公园 看见没 他这个大门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有气势的 橙楼式的 然后一进来就看到了曹操的像 曹操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曹操 看三国演义里面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三国演义的 然后曹操的故乡 国都 前面就是魏武池 曹操又被称为魏武帝 当时他生前是没有称帝的 是他儿子曹操建立魏国的时候呢 追他为魏武帝 曹 这个曹操制呢 在三国演义里面经常看到 三国演义的开场就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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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滗 江江东是日水魏武池 门票30块钱 哎呦有点小贵 我们往边上溜达溜达吧 看一看 在刚刚呢我进来之前啊 用那个无人机航拍了一下 大概的观察了一下这个公园的情况啊 这公园呢就是里面呢 基本上这一块呢都是这个花园树林式的 绿化式的 然后在旁边呢我看到了有那个一个很大的城楼样的 像一个城楼反正很大很大 就在这个附近旁边 我们走过去看一看 在这个后面的花园呢 它有一个花坛样的圆形的花坛 我是在空中观望 先探了一下路啊 它这里面的绿化非常的不错啊 在空中看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我们这个在下面森林奇境呢 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待会呢会给大家展现航拍视频 一起感受一下这里的美景 然后呢这中间有一棵很大的树哦 这棵树是在它的正中间 难道这就是C位吗 哈喽 你好 这边在修草坪 每天都要去修理 这树应该有年头了 这花我不知道什么花啊 看来挺漂亮的 这树上长花 嗯 青草的香味 还听到了资料的声音 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童年 池塘边的楼树上 资料在深深的叫着夏天 听到资料夏天来了 还好 今天的天气不错 感觉这个像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木样了 因为它是成尖纸形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木 你看嘛 很大的 这上面也没有任何那个提示一类的 没事我们再观察一下 前面还有呢 好多好多 哎 这里有个那个石碑 看看石碑上是怎么写的啊 不着急 我们来看一看 啊 这上面写的啊 潮氏家族 潮氏 孤堆 这里有四个 那里我看到了两个 这里还有 哦 啊 这是潮氏家的 潮氏固堆 就四个墓堆 这里三个 然后这旁边呢 花草树木还都挺好的 哎 这好像有人可以走上去的 中间都是平的 这第三个 还有第四个呢 还有第四个呢 从怎么找一找 你在哪 第四个在这里 总共有四个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这四位潮氏是哪四位 在这个墓堆这里啊 对面 啊 这是一个顶 然后在顶后面呢 我们往前看一下 看到这两边 看到这两边是不是有这个石雕呢 这个是文臣石雕 还有马 还有动物的石雕 这个感觉呢 它就是一个园林 就是墓林 就是有身份的人的林园 有身份人呢 它就是有文臣像 还有这个马像 还有动物像 是代表着尊贵 刚刚我不是说了 旁边有个就是很大的 那个像城墙样的 其实就是这个博州的博物馆啊 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字是郭沐洛 写的 提写的 我发现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博物馆 都是郭沐洛提写的 还有北京的故宫也是他提写的 这个博物馆呢 现在好像是消防升级 那上面写的壁馆 就是现在不开放 不过呢 我刚刚航拍过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航拍的博物馆 我感觉这个博物馆还是很有特点的 很有气势的 待会我们就能看到 一起跟着音乐 来信赏吧 这个这个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